作为女人,有几个男人在你面前说过我爱你? 然而最终你所选择的那个男人是不是真正爱你的人? 作为女人,你真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是男人真正欣赏 或者说男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吗? 其实,如果你在听一个女人说自己的老公有多么多么的疼爱自己 多么多么的爱自己 那么,这个女人肯定也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也许她是有内涵,或者她有独特的魅力和驯夫之道 无论怎么样,她让男人欣赏 而且是打心眼里面的那种欣赏 你是不是也想成为这样的女人? 那么是什么样的女人可以做到这样呢? 什么样的女人能让男人那么心动和爱呢? 小编给大家总结一下,女人们要认真地看看 第一种,能让男人欣赏的女人勤俭持家,端庄大宝 这种女人不欣赏都不行 一般男人选择和女人结婚,就是想好好过日子 好好地生活 这种男人并不是为了图一时之欢 而是想长长久久地稳定地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的男人最看重的还是女人的过日子的本领 就是常说的紧简持家 男的总是希望自己的老婆是传说的那样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所以说,如果一个女人是一个过日子的能手 能够把家庭打理得紧紧有条 还能够在外处事大方 那么哪个男人不欣赏呢? 当然是争着抢着去回家了 其次,做事的能力和处理事情的方法 也是和脾气人格相关的 这也恰恰地反映了一个女人的内涵和修养 如果这些点你都做得很好 你害怕男人能拒绝你吗? 害怕男人不给你服服帖帖吗? 第二种,能让男人欣赏并且喜爱的女人 孝敬老人,善良的女人 这种女人自带光环 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是 一个男人爱自己的妈妈 因为毕竟父母养大她不容易 偏向妈妈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男人的心目中 如果自己老婆和自己一样 对自己的父母很好 孝敬老人 那么当然也是无可挑剔的了 不管这个女人美不美 只要她孝敬老人 男人们都会认为这个女人是善良的 善良的女人不就是自带光环吗? 如果你和婆婆的相处过程中 充分地爱戴婆婆 对婆婆就像对自己的妈妈一样很好 那么你的老公也会看在眼里 她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也无法阻挡这个善良的女人 再挖出来的独特魅力 第三点 让男人欣赏的魅力点 就是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 你可以想想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 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 不管她是不是漂亮 男人应该都不会对她态度有多差 如果一个女人只会胡搅蛮缠 即使长得再漂亮 同样也会让男人很头痛 对于一个要结婚的男人来说 一个女人的外表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美貌只是暂时的 只有两个人可以磨合 可以一起过日子 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看来 一个善解人意 通情达理的女人 肯定是魅力加分的